小叔 小叔 竟是你 雨淵你听我说 昨天晚上 严谨和 开门 你怎么了 你对雨淵下手呢 我儿子回来 我怎么跟他交代啊 开门 雨淵 你听我说 徐兰 一直不想 让燕梅娶你 又害怕仍然飞飞 所以 她才给你我下药 想毁了你的名手 雨淵 都被买了好水浆 怎么会 雨淵 你愿不愿意暂时相信我 我 我 燕青河 你还是个人吗 你无耻 我会对雨淵负责的 只要 陆雨淵愿意 她就是我燕家的二少奶奶 我燕青河的夫人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规矩 雨淵是我儿子的未婚妻 你居然对她心如此高潜之心 我跟你拼了 你比我远点 你比我远点 我们昨天晚上才刚被人下药 大嫂真是消息灵通 一大早 就赶着泡在桌间啊 我 蓝姨 我昨天晚上就只喝了给我的牛奶 你是故意害的 雨淵 我怎么会呢 我把你当女儿啊 老言之有令 请各位一步正听 把今天的事说个明白 爸 你要替我们大房间做主啊 二弟她欺负我儿子的女朋友 爸 昨天晚上 有人在雨淵丫头的牛奶里下药 哼 敢在雨淵丫头的动手 我绝不不信 但是老二 你一定要给雨淵丫头一个交代 爸 是我自治力不够 我甘愿自领家吧 好 那就按照她说的吧 给我打 是 一直打到雨淵丫头满意为止 我愿意嫁给燕青和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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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淵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 雨淵 那子是 我试试 你能不愿意 我能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会大死你不愿意 你 小叔你怎么样 雨 我虽然是个废人 但既然你愿意嫁给我 我就会竭尽全力的赴你周全 先别说这些 我现在去帮你找医生啊 大嫂你为了让燕维娶林大小姐 还真是费尽了心机啊 那又如何 我知道你也想娶她 可惜我们抢先了一步 林家家大业大的和他们联姻 燕家早晚熟大 家大业大 你还不知道吧 林大小姐 已经怀孕三个人 你这个时候让燕维娶她 可是买衣送衣啊 您直接升级当婆婆 恭喜大嫂 你说什么 燕维跟她还没见面呢 燕青河 你算计我 原本以为燕维的寄存全文了 没想到又被她燕青河摆倒 我觉得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你给我当场 一夜之间所有的事都变了 从前的生活真的回不去了 好 好 燕奶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话 雨月 自从我出了车祸之后 就没有以前那么得事了 跟着我 也许会吃苦 如果是这样 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哦 我 不不不不 不不不 爸 该受的罚已经受了 这件事情该翻篇了吧 行了 别装了 许来那点鬼吧戏啊 你一眼就能看破 还乖乖傻套 爸 您不也一样 在外人面前对我不闻不问 是若气责 只有让他越得意 他才越容易露出马甲 他才越容易露出马甲 当年车祸 你和你哥一死一伤 若不是让人以为民以尽费 恐怕现在 没人还在追杀 我明白 这件事情事关整个燕家 没有证据 不能轻举妄动 当年的事 肯定和许兰脱不了关系 许兰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二爷 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利用 陆小姐的份译 彻底沉重训 谁说我要利用的话 从一开始 我想要的 便适当 对了 王家那块地收购的怎么样了 调好了 价格适应 尽快收购吧 我要送给夫人做聘礼 是 这许兰刚打电话了 陆雨 被燕家退婚了 什么 我早就说陆燕他就是赔钱过 你们还不信 喂李老板 我陆海呀 之前你不是说看上我姐的吗 记着呢 直播明天我参国局 让你给我姐 谁我姐的微笑 哎好嘞好嘞好嘞 我安排抱身上啊 李老板哎哎老板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啊就是我的姐姐 陆雨 这样吧 美若 谢谢 哈哈哈哈 我们陆家大神里可都指着李老板 啊 跟我做事件好好表情 来 姐来来来来 跟李老板喝杯酒 来 喝一杯吧 喝一杯吧 你装什么装呀 那燕为都已经跟林大小姐订婚了 现在就是个没人要的护鞋 我 啊 你放了陆雨 没错我是疯了 我疯在把你这种出卖姐姐的畜生当家人 树凤培 哈哈哈 陆小姐 你弟弟已经把你 买给我了 姐姐 你说 你老板能看什么 那是他的福气 多少女人想上他的床都没心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啊 你个死呀 他不知好歹 他别会就那天 他不客气 啊呀 啊 啊 什么人 叫我的地盘闹事 什么事 齐和 啊 刘晓 刘晓 哎 那个谁 你什么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就你这个残废 还敢在我的地方装装 哎呀 我用 哎呀 哈哈哈哈 没事了 没事没事 老婆 他不吓到我了 怎么走吧 什么 你居然嫁给这个残废 你也不愿意跟我 李老板 舌头捋直了好好说话 装腔作势 陆语言 我要你现在就当着你这个窝囊老公的面 把我伺候好了 否则 一个二个的谁也别想走 陆海 你骗你姐来着 是又怎么样 啊 就凭你这个废人 你能帮他出头吗 别说你这样站不起来 就算是你能站起来你俩吸狗 能当过我的吗 哎 站不起来一样能要了你的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废呦 废呦 你也不撒胖叫好照照你自己 这么好的老婆给你 你就不怕 你 你能满足他吗 哈哈哈哈 还迟早 会跟人跑吗 要不知道吧 你 开个价 把他卖给我 好吗 嗯 呀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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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板安静点 万一这玻璃渣子不长眼 刺破了你的大动漫 那个连医生 都救不回来喽 我杀了他 杀人了 陆陆陆海 你还处着干嘛 还不快去叫人 哦哦 来吧 等我啊等我 来来来来来啊 来来啊啊 谁等他就 死了 老婆 刚刚为了给你出头 我手都红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这个无赖 还没给我们道歉呢 谁他妈叫我谈道事 断手 断手 这个乡八老 敢在你的地盘打我 真是摆明了不给你脸啊 你要替我做主的 放心啊老板 你是我贵客 我会帮你解决的 你你管他叫乡八老 就他呀 哎呀哎呀哎呀 大哥说要怎么收拾他 说要怎么收拾他 段少你疯了 你喊这个乡八老大哥 啊 燕青和不是落魄了吗 段家大公子为什么对他真尊敬 段少 喝多了 人都弄不清 啊 喝的有点多了 搞错了搞错了 李老板说我个贵客 你小子下回注意点啊 就是你赶紧找人 把他们俩给我收拾了 谁呢 你 你 敢八话收拾二少年 你也是同意 替你莫安 对 你小子等会这道歉啊 嗯 嗯 你真的要去吗 他们会够欺负我 夫人真是单纯 敢对二爷不理 除非是不要命 夫人别担心 我虽然现在再落魄 也背靠燕家 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你呢就乖乖回家 我一会就回来 我在家等你 去吧 走吧 现在该去替夫人出头了 断生啊 窝囊肺不会跑了吧 我这生还没找他算 大哥 向你正式介绍一下 燕家二少 燕青 传说中的燕二少 别以为拿一个名头就能唬住我 从前 你的确让这个江城中送的 可现在 你不过是燕家影的一首狗 是吗 刀呢 我 你你们要干什么 去救命啊 端上救我啊 你们 干什么 说 哪只手动了我态 忘 忘 既然这样 那就两只手都废 什么 阿姨 不好了 夫人担心您受伤伤似一掉都回来了 叶仙子 快 我在那个 哎 那个啊 那个 轮轮轮椅 对对对 叶仁和 叶仁和 快点 叶仁和 哎 不然 二爷在里面太顺劲了 哎 不是 不是 清和 哎呦 哎呦 清和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我没事 哦 不是 只要能为你出口个气 我干什么都无所谓 哈哈哈 啊 啊 段公子 我告诉你 我可不怕你 为了警方 我什么都活得出去 哎呦夫人我又疼了 哎呦 这这这疼的不行 啊啊啊 嫂嫂嫂 我 好吧是我 李老板呢 是他打的你对不对 我替你打回他 哦 哎 哈哈哈哈哈哈 你咋的 那你的伤 哦 疼疼 这样 我马上去给你买药 李楠 赶快送二爷回家 夫人你快点啊 二爷 您不作业真可惜啊 记住了 我现在是一个体弱多病 失权又失势的人 堵住在场所有人的嘴 一个字 都不准传出去 二爷 您就不怕夫人知道的 神奇和你离婚啊 没关系 反正他这辈子 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啊 妈 陆宇那剑人害我 你 你敢回来 看看你把你弟弟坏成什么样 他麦姐求荣 那是他的报名 我今天回来是说是我自己的东西 从今以后 陆家跟我再没有关系 你你就想跑你做梦 听说你自作主张架上个瘸子 和他一起还得罪了李老板 我们陆家 怎么交出你这个贝类 你你我打死你我 你们谁敢 你个死丫头 你是想造反不成 爸 妈 陆海是你们的亲 我难道不是你们的亲女儿吗 他把我让牲口卖给别人 你们还向着他 有你们这样闹父母的吗 你的作用就是给你弟弟铺路 有大老板愿意要你 那是你的福气 赶紧给李老板道歉 让他赶紧收了你 别别老婆 就是背了自己的儿子 想逼我们燕家的二少奶奶 出去接客吗 你 燕家的二少奶奶 二位还不知道吧 陆小姐现在是我们二爷的夫人 燕家的二少奶奶 原来是这样的 嫁给谁不要紧 能嫁给燕家 那可是他的福气 不过 这聘鸡 什么聘鸡 我以为我还不知道 你们想用我的彩礼 贴不露海 这么多年 你们都重男轻 是想把我的洗干 娶妻不下聘 传出去的确失了礼数 那岳父岳母觉得 我拿出一半的豪车豪宅 再加上九千九百九十九万的礼金 如何啊 你哪来那么多钱 夫人 我虽然现在一无所有还是个残废 但是 我会倾其所有 给你幸福 幸福 燕总这演技 我都要相信了 我的诚意已经变了 还不知道岳父想出多少家 呃 我们家也也也没什么钱 而且他弟弟很有媳妇的 就是 是吧 怎么没有 你口口声声说的那尊玉佛 不是价值连城 那可是传天之宝 传男不传女 你一个见丫头骗子 建二位不愿意 那是聘礼 哎 不就是一尊玉佛吗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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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了 哎 你 这样的蚕色铁 怎么配得上我印象 还是多人 不光这只玉佛 这个家里所有你看不顺眼的东西 包括人 都给你砸了 慌什么 和念念的彩礼相聚 咱家这东西算什么 砸 随便砸 既然 是给你的东西 你就随便出去 好 岳父大请 林楠拿棍子 和人请进行发挥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什么好什么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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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敢跟你弟弟斗嘴 告诉我 再敢让你弟弟不高兴 你就给我滚出去 哎 哎 哎 睡不回啊 从小到大 你一直期待一个人 你会把我当成家人 痛 痛 呀 爱 现在我才知道 你一切都是我做梦 女婿 这 砸也砸了 那 那才理什么时候给啊 既然是聘礼 那自然是打到我太太平衡了 二位 不会是想连自己女儿的聘礼 都要贪吧 不是 你是 零男好好打扫一下现场 务必让二老 我再说一句 啊 啊 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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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出来吧 哎 不要打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记住了 我们二太太可不是谁都能惹他 这次算轻的 走 贴人 走了我别杀了那么高 不是儿子 快让他看看你怎么样了 都怪你们 我都说 昨天把他送给你老板当亲人的 你们犹豫不决 谁咋了 我们还怎么拿捏他 我怀疑 就这财里的根本拿不出来 眼清河 早就被脱全了 估计啊 也就是在咱们面前做的样子 敢玩我了 我他妈一定让他妈好看 抱歉啊夫人 之前 许诺给你的聘礼 我一时之间还没办法完成 但是你放心 我之后一定会补给你的 你 不会嫌弃我吧 当然不会了 不过说实话 我还以为你之前都是在装穷呢 还在想 那你的腿有没有可能是装穷呢 哎呦怎么可能啊 夫人多心了 其实啊 你能帮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这些啊 我真的不能用 陆雨燕 你是不是把我当外人 你跟我算得这么清楚 是不是想随时离开我 是不是想随时离开我 那 你明知道去陆家有危险 却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求救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把我当你丈夫 不是的 我只是不想让你丢脸 雨燕 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名声 我只在意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应该跟我说谢谢 谢谢 谢谢 一句谢谢可不够 这样 可以 不是 从今往后 无论你想做什么 我都是你给你 想不到燕尾还这么护着他 太太您家的亲事黄了 再让二嫂也知道 是您叫了他和陆小姐的婚事 恐怕会跟你翻脸的 那就让夜晚回来之前 让他胜败迷恋 哎 希可我到了 你在哪呢 一往医院 这么巧啊 你也来这里吃饭吗 你也来这里吃饭吗 不是为 这是我二弟家的喜媳妇 也是我儿子的前女友 陆语焉 大嫂好啊 怎么 今天林大小姐没跟你一起来 你说什么 哦 不好意思 我别忘了 您瞧不上我 看不灵家 没想到 您大小姐 怀了别人的孩子 恭喜你啊 谢谢陆语焉 你说什么呢 是不是想让我在外人面前下摸了台面 原来您是我长辈 那我当然尊敬 现在我的同辈 我有什么必要 给你留脸面 陆语焉 你别以为家姓我们老二家 就有人替你撑腰 这严家 肺股是不可能继承家业的 啊 对了老爷 让死回去 嫂子命 错了 哎老婆我错了 跪下 哎老婆饶命啊 干嘛啊 我夫人那么单纯善良 怎么会不相信我 二爷 不老夫人出事了 什么 快去把我轮椅拿过来去看看 你居然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 我告诉你 我的帐子 还不允许旁人来指点 许兰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你妻子的女爷了 你已经 你再胆敢羞辱我的帐子了 那结果 就不仅仅是一巴掌掌心 老二 老二 你来的正好 你看看 你娶的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你看看 你娶的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怎么办 宁静和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泼妇 夫人打的好 严老 说什么 不过 下次还是别亲自动手 打疼了 我心疼 严调了 他当着外人的面打我 也是不跟严家人脸面 是吗 你当初给我和语言下药的 有想过严家的脸吗 你别胡说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下药了 难怪你之前大肆宣扬你儿子 要改取严家大小姐 原来用了这么下座的手段 为了拆散 语言和你的脸 你别听他们胡说 嗯 让你走 今天的饭店是我包场 是不是把现在人的亲出去 那是怎么 我们亚华 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 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配在我眼前 我们走 哎 等一下 我说尊贵的客人啊 是一样而言和一样而开的 徐夫人 麻烦您赶紧离开 别耳机我做生意了 你说什么 你居然为了这个废物得罪我 他现在无权无私 严家将来都是我的 你为了他居然敢拧我出去 徐夫人 现在亚华还是我断家的地方 我想让谁来 或者想让谁滚 还轮不到你拿出去 还不赶紧滚 不好意思啊大嫂来借过一下 我们先走了 阴晴河 陆语言你们给我打着 是 是 是 看想吃点什么 你和段总关系好像挺好 该不会你们之前和起火来演苦肉 鸡骗我 怎么可能呢 我是被燕总当时那种 绅士的英雄气概 我看折服 是吧 是真的 啊没错 全真万全 敢让我老婆发现破绽 你这点加业就别想要了 哦 我说 呃 嫂子 大哥 我先回去了 我妈又吃了我弟弟啊 别送 好吃 老婆 你再看别的男人我要吃醋了 吃什么醋呀 吃饭 看来还是得小心 我夫人真聪明 差点就被他发现了 我 燕太太 你这班是非上不可吗 燕二爷 现在你在燕家不得宠 我也跟陆家断了关系 我不赚钱 咱俩喝西北风吗 老婆竟然把我当软饭男了 这怎么行 乖乖在家等我下班啊 当个软饭男好像也挺好的 把夫人上班的公司收购了 再给夫人升个职 刚才陆语烟 是和那个男人亲了 他不是刚和燕师兄分手吗 恭喜姨燕正式升职为设计部总监 我升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都不知道呀 无份闲心 突然升职 他肯定是拍赏金主的 于燕姐 知道什么时候 别装了 你靠什么山的职 你自己心里 清楚 你自己心里 还不清楚 婚然 你什么意思啊 从小职员 贺格生总监 最后没有靠山 谁信你啊 于燕姐 你该不会是 下不成豪门 就被人包扰了吧 你再说一遍 我亲眼看见 你在停车场里 跟一个男人亲亲我我 上来就被提了山池 于燕姐 燕卫师兄那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这样吃甜蜜 就舍得他 那你还高吃呢 你说够了没有 婚然 我警告你 收起你那卧虫心思 你心里在想谁 我都知道 我跟燕卫是和平分手 谁说分手了不能找下家 难不成我替他守三年活寡 而且 那个不是金主 是我老公 领了这儿的那种 你结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的事情 凭什么要跟你说呀 你是我妈 还是我主管 陆语嫣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福气 我一定要拆穿他 陆语嫣 既然说 你们是夫妻 那你带我们去你的婚房 参观参观 没问题啊 有问题 你进我家门 不乱空气 哦 同事想来我们家参观 你能配合我演一出戏吗 好的 好 想去我家是吧 还有谁想去的 一起来吧 大家进来吧 这就是我家 哇 语嫣这真是你家 这也太豪华了吧 你丈夫呢 哦 我刚刚打电话给他了 他一会来 一会就回来 我看 是没脸见你发 不是啊 够了 这办 一定让他露出马脚 各位晚上好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陆语嫣的丈夫 我就是陆语嫣的丈夫 哦 原来陆语嫣嫁的是个瘸子呀 就说嘛 他怎么配下这么好的人家 你怎么配合我 只是骨折罢了 听说 温小姐质疑我跟我太太婚姻关 结婚证你要不要看一下 这位先生 你还不知道吧 你太太有个亲夫啊 他刚和交往多年的男友分手 这么快就勾打上你 我看你这头顶的绿光 对了 刚才忘记说了 我的全名叫做燕清河 你口中的肩夫 就是我 燕清河你是燕唯的小叔 小叔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和燕唯是朋友 我是不想他难过 所以所遇我才 趁我还没后悔 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啊那语嫣我们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嗯 尽可 其实你以后 不需要在别人面前为了我去欺骗 别人说自己是不轴 因为在我心里 你是最好的 你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我可不希望别人说 你嫁的老公是个下半身残废的人 哦对不起对不起你的腿 哎不对啊 你的腿 不是没有知觉吗 对啊当然没知觉 那个一点都不疼 不信你再敲两下 哦 哈哈哈哈 哎大哥你有话好好说你压我去哪啊 你你你大哥 李老板 你就是陆一烟的弟弟有件事找你帮忙 这个小贱人居然过得这么好 啊 燕青和今天就离开江城了 咱们赶紧把事办了 不然李老板不会疯 走 哎 这里是二爷四的没有邀请莫德路里 我女儿可是你们燕家的二太太 我进来看女儿 她需要什么邀请 就是 你一个刊文搞连主人的不认识 你敢拦路啊 起开 不能这件 不能这件 你先进去 我一把脑脱脱了 你要是敢挡着我 我就给你贴了 哎呀 李楠 赶紧取消今天的行程 现在回家 怎么了 你母亲和你弟弟现在去家里闹事了 不过 你别担心 我会回家替你解决的 不用了 我总要自己面对 李楠 你现在嫁进燕家 想服了 可你弟弟连房子都还没买呢 不如 你就把这条房子送给你弟弟吧 就把这条房子送给你弟弟吧 送给他 不可能 雨燕 我们是一家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一家人 妈 你出了要钱的时候想起过我吗 还有你 二十多年了 你叫过我医生姐吗 陆雨燕 你你还小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啊 二十三岁还小 巨婴吧 这叫什么 你看这什么 软的不行 我们这类硬的 这行 你不见你还你签 来吧 姐姐我不签 四我我不签 我不签 我看谁敢 叶江河 你不是不在江河 爸 别怕 你这就是一个废 没什么事的 不能把我怎么样 没错 我的确是个废人 但是 待会你们还是绰绰有 你呢 动手 是 哎哎哎哎 别过来啊 别过来别过来 你来自动扣扣扣 啊啊 哦 他他他 起点 你不俩你什么货 怎么想的去招惹他啊 你怎么说 有人花这么钱让我们栽造他 不太能有钱了 这让我们出了这个恶气 出恶气他搞成什么样 陆雨燕 我不管你去靠谁的关系爬上来 才刚当场总监 就敢泄露公司资料 才刚当场总监 就敢泄露公司资料 我没有啊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进出部已经调查清楚了 方案泄露的IP地址 就是你家 不是你还能是谁 是他吗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查清楚 给你时间 那我的损失 谁来赔啊 你赔啊 还是你 今天的事 我可都在直播着呢 我听说 陆小姐是燕家二少爷的新进门的太太 我就想问一句 是不是仗着豪门 胡作非为啊 夫人在上班 我一个人在这等 也挺无聊的 莫不 我也去他公司上班 喂 什么 二爷 夫人出事了 李老板 是你让陆海去我家偷文件的 刺 陆小姐有时间在这狡辩 不如想想 怎么抽 你钱还赔 怎么抽 你钱还赔 这公司 本来就个事我给夫人开着玩 一点赔偿而言算了 你是谁 我们正在开会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与人姐 燕二爷还真是心疼你 明明已经落货的人尽皆知 还不惜撒谎 给你成长辩 清哥 这是我一个人的工作 要不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燕总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总裁 那个 您 人真的是我们的新总裁 现在 我还算嫌大人的 难道他没撒谎 那他什么时候买的公司 又是哪来那么多钱 洞洞你们不存在的脑子告诉我 我的夫人有什么理由 做出对自己公司不利的事情 哎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燕其和 你这是屈打群招 我没有 现在做着直播 你最好说清楚 我 好 我说我说 是我快更再听 让陆海去露宇宴家 帮我塞葬他 这不是我的主意啊 这个法子不是我想的 敢有一句假话 这个好 是 是雪岚 是他主动找到我 说要对付你们 我 我就是一时冲动 我下次 再也不敢 托出去吧 我真的不敢了 既然这么乱说话 那以后 就让他再也找不了组 不认 不认 早知道就直接生你做总裁了 还做什么总监受这种气 燕其和 你不是被燕家夺权后 除了那套房子什么都没有了 你哪来的钱 你哪家这套公司 完了光顾着旧老婆 要掉马了 说 不然我今晚就搬出去 哎呀老婆 其实是这样的 我是把自己的私房钱 还有宝贝都当了 才攒了这个公司 我现在还欠着断销钱呢 我还得打工管站 我真是太聪明了 老婆一定会感动的 好了好了 那你下次做什么决定去起来 先跟我商量一下 好的老婆 那我们现在 去找许岸先生吧 我怎么总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大嫂 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你大半夜的 在家呢 我回我自己家 我还要挑个黄道吉日吗 我问你 女烟被栽赃 是你吃的招吧 许岚 我自认为没有做过对不起 但你为什么三万五次的不肯放过我 你胡说什么 张不知道 不要紧 我看你挪用公款 在外面放贷 严青河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当然是作为良好市民 如实举报你的 两千万对大嫂来说 应该算不到什么 毕竟当年我大哥死的时候 你给他买的保险都不止这个数 严青河 撑死啊 撑死啊 哎呀 不好了不好了大嫂你给我啊 云娜赶快去楼上把大嫂的东西全搬走 记得要凑够你要千万哦快快 是 你敢 你敢 大嫂要是不同意 我可以立马找老爷子回来议事 你算什么东西可以做燕家的主 吗 导演是我的太太 她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班 是 大嫂 看在大家都是燕家媳婦的面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 好自为之 人造 人造去 把鹿鹽的东西偷偷给我扔出去 二爷这就从徐然那搜出来的 我还以为他多有钱呢 看来 见是些破烂玩意儿扔了吧 哎亲和 我怎么总觉得你不像是破产的人啊 那么多宝贝你都没死 我 我那是当富二代当惯了 一时间还没转换过来 琳娜 把这些东西都好好收起来 这可是咱们的家的 是 好险 老婆太聪明了也不好啊 嗯 雨嫣 上次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去燕家看蓝仪 他连燕师兄给你的递婚戒指都扔了 我怕你舍不得 特地拿来给你 嫁给我吧 嗯 好 他这么难过 难道心里还是放不下燕为 陆雨嫣有我在 又别想安稳的当燕家太太 哎 哎 垃圾就不用给我了 不过温小姐要是喜欢 可以去垃圾桶里面看一下 反正温小姐不总是喜欢剪片 不用的 老公 我们回家 来 哎 放开 放开我 灰燕刚才来找我 你看准备啊好心 雨嫣 你说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你信吗 我的心里觉得呢 我信 只要是你亲口说的 哪怕是骗 我也选择无条件的相信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没有好好地感谢过你 从前你送我花 对我好 今天我也送你 我也会带你 嗯 真不错 哎 哎 丽娜 你快去给我拿花瓶来 这可是夫人第一次送我花 必须得好好养起来 大爷 就不是真坏拿花瓶干什么 让你去你就去 啊对 必须给我拿最贵的 不然都配不上我太太的手艺 老板是恋爱呢 公司还有救吗 看什么呢 你还愣着干嘛快去啊 二爷 新得到消息 燕伟马上就要回来了 准备挽回夫人跟夫人求婚 马上召集公司高管 马上开会 哎 二爷突然叫我们过来 咱那是燕家出了什么大事呢 肯定是啊 二爷现在在外面还是个废人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 现在叫我们来开会 肯定是有大事 段少 您说呢 该定吧 二爷 二爷好 各位 今天叫大家来 是一件有关燕家的大事 请二爷吩咐 每个人在纸上写下十条 应付情敌的办法 二爷 您这怎么好意思说是燕家的大事 我的老婆如果出了事 我自然不开心 我如果不开心 自然管理不好燕家 你说 这算不算关乎燕家的大事 姐 是吗 师妹 燕尾马上就要从国外回来了 如果他知道是我才有他的分屎 他肯定不是我这个母亲的 熊然 你放心 只要我找个人 我看如云被睡 然后再慢慢试评 看那个疯子他的嘴 东方 确定这法子肯行 二哥 论做生意啊 你在啊 但论追女孩子 还得看我 这叫什么 英雄就为吊销香一种吗 我保证啊 二嫂爱的你啊 爱的无法自败 黑灯下 二嫂心肯定慌慌的 到时候我哭了 哦 就跳 啊 这 到时候二嫂一哭了 一逃跑 就站 谁敢动 夫人 到时候啊 你在二嫂眼睛中啊 就是一道圣光 是救他于水果中的大英雄 嘿嘿嘿 哎呦 放心吧二哥 似乎二嫂放心这种事 你交给我个名 喂老公 你在哪 我好像被人家冰了 冰冰 完了完了 不是这下真被人冰上 喂老婆 你到哪了呀 你到什么 不是让你打电话给你老公吗 你老公人呢 我劝你们赶紧把我夫人放开 我小梦子哥 我劝你们赶紧把我夫人放开 我当是什么人呢 原来是一个站不起来的死瘸子呀 哎死瘸子 站起来给我们看看呢啊哈哈 哎 哎 贱人 今天你们必须死在这里 大爷 你们快走吧 走什么 他们欺负了你 这股仗 今天必须算轻 死瘸子 看到没有你老婆都害怕了 只要你现在 从那个臭轮椅上滚下来 给我磕三个响头 让我把你老婆带回去交差 我就放过你 你记住你心在这的话 一会 别后悔你 于焉 你往后退 别伤着你 嗯 我 去 那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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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该谁给谁下跪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是我们永远不是泰山 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他站不起来 还能一个人打翻两个吗 林南断销还不动手 把这几个杂事给我绑了 二爷小心 还有绑匪 夫人 是我们 哎我 你们 怎么穿这个衣服呀 哎 再走再走啊 哎呀我们把他接下来要省问了 哎呦你卡牌扒 哎 为什么你俏俏出现在这里 要是让语言知道 我找人假扮劫匪英雄救美 结果遇上了真劫匪 他肯定会生气 啊 呃 我这不是担心你安全 所以这才来接你下班 天呐他 我车机还不错 上来感受感受 看你回京 啊 哎呦 哎呦 哎呦夫人疼 啊 就你逞强 受了伤才知道疼 那还不是夫人关心我 燕青和 我希望你好好的 不要再受一点伤了 啊 啊 就这点事都办不好 还敢跟我要钱 就让我想想你 下个我也是求你 我说 我一定要入医院那个简人 善不如死 把这个办事不利的废物立刻给我处理掉 记住 今天的事 不能让我儿子知道 啊 求人 求人 啊 求人 于燕 我回国了 悟然说你已经搬家了 我要去你的新家找你 啊 我和燕青和结婚的事情 燕维还不知道 是时候该当面跟他说清楚了 你去哪 我跟朋友出去吃饭 很快回来 哎 林楠 给我查 夫人去了哪几点回见了谁 还要不要 都给我查清楚 一眼 温然让我找你好好聊聊 你一定会复心转意的 看来温然是想钻夺燕维来找我 来挑拨我和亲吴的关系 要不是我们是情侣 就凭你帮我妈骑行医院 我就不会再理你 这一点 你应该向我让好好学习 二哥 我看到二嫂跟你侄子在约会 手都牵上了 快来吧 再不来嫂子是别人的了 完没完 你妈你妈 全天下就你一个人有吗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 有什么话怎么做起来慢慢说 你这太丢了 笑什么 可笑我真是眼瞎 以前居然会对你死心塌地 不是我在这儿待着 我老婆就被厌为那臭小子给抢走了 我得去找 哎呀 哎呀 你让开 先坐 你就是给你前面有吃个饭吗 你放心 我有办法能让夫人马上回来 太太 你快回来看看吧 二爷生病住进医院了 什么 他怎么回进医院 虽然二爷拦着我不让我说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告诉你 太太 二爷生病进医院 是因为担心你还想着厌为 太太 二爷说让我清算家产 如果你想离婚 他就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你还给你自由 别担心 你别担心 你胡说什么 他真能离婚怎么办 把地址发我 我现在就过来 嗯 哎哎呦 還有語言 我好想你啊 哈 我現在就來找你 別 我們才剛見面你又走 啊 因為我忘記告訴你了我結婚了 以後你就是我的侄子了 傑柯給你啊 他不願意 只要你喜歡我都可以學 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想著別人 你看我也會克制 你不用學我也喜歡你 路易安你說的是真的 當真 哎 你的腿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你的腿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啊啊啊 啊這這這這這這 來來來先躺好來 二爺剛才站起來了啊 不應該呀 按你說呀爺這腿 早就不能動了 不是嗎 啊 醫生 你看他臉都疼白了 真的沒事嗎 沒事沒事 我猜阿爺的腿啊是心理錯 這要是心情好呢 說不定就有淤血奇跡 阿嫂您這樣 你不給他捶一捶 壓一壓 折一撐在外面拉伸一下 說不定正在找他的腿 哎 啊 啊 清禾我和你這一檔 燕 你剛說的我可是都當真了 你 不會反悔嗎 我不會反悔的 剛才忘記提醒你了 男人你得多啊 千萬不要輕易就 你燕太太 剛才被打斷了 還可以繼續嗎 我覺得他說的挺對的 夫人 我这儿的经历 只有你单一的 预言姐 我终于找到你了 温然 您想演戏 可以去找燕维 我没心意的 对不起 预言姐 我给你跪下道歉 你和燕师兄和好吧 预言 你怎么能让温然跟你下跪呢 你怎么能让温然跟你下跪呢 死绿产 何时大千早的拉我演戏 给你燕师兄看呢 预言姐 我不是那种人 我是真心想让你跟燕师兄在一起的 没想到 你不太动手推我 还让我下跪 这不是你 还想干什么 陆语言 你太过分了 我想干什么 好 既然你觉得我欺负你的好师妹 我既然你知道 什么才叫欺负 你要干什么 你刚才不是污蔑我欺负你吗 现在 我就自己做事这样对你 准备好了吗 没想到 我之前还担心燕维回来 他的心意会动摇 现在语言肯定觉得 世界上没有比我更 我就说了二爷不用回 二爷还非得要跟来偷看 谁说我不相信他才来偷看了 我是来给他撑腰 走回家 小叔 你怎么在这 我太太在这 我就在这 有什么问题吗 太太 小叔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我总不知道 之前瞒着你是怕你伤心 可现在 我觉得你压根就没有事 雨燕 来我这里 对了叶维 给你介绍一下 你应该叫他一句二婶 你应该叫他一句二婶 说什么 雨燕 你是为了弃我对不对 你是我未婚妻 怎么能跟我小叔结婚呢 放 鹿小姐现在是我们二爷的妻子 爱情小少爷辞重 眼清河 她是你侄子的未婚妻啊 你怎么可以跟我抢人 这些事 你应该自己去问你母亲 问她是怎么为了 给你选了好亲事 不惜毁了雨燕的名声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你也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燕师兄 我是怕你知道了伤心 所以才没告诉你 她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她做梦都想惊艳一家东西 巴结许岚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会把许岚做的事情 告诉你呢 站住 进了小姐 进了小姐 雁瑋 雁瑋 大庭廣众之下動手傷人 是誰教你的規矩 你少拿規矩壓我 你跟自己的侄子強 又是誰教你的 玉燕 我知道你還在意過 你是不是有什麼苦衷 苦衷 雁瑋你清醒點 我是嫌你丟了雁家的臉面 雁瑋 你現在是想飛我過去 可是你都為我做過了些什麼 雲然欺負我的事 你相信他 和我寬容 你媽三番四次的 給我下藥 幾乎毀了我 你在哪裡 你問都不問 就讓我理解他 玉瑋 你根本不配喜歡我 罵得好 當初我和你小叔在一起 確實是希望你 但我現在 只覺得切心 謝謝 陪在我身邊 跟你們 不配心 玉燕 玉燕 好侄子 职呼长辈大名太没规矩 以后记得叫二婶 清禾 我一定会把他想回来的 你做梦 妈 你为什么背着我偷偷给语言下药 让我们分手 让他嫁给小叔 下什么药 他俩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事到如今你还要骗我是吗 妈都是为了你好 只要你娶一个家境淹石的小姐 继承家业比什么都强 如果我根本就不想继承燕家呢 你必须继承 要是燕青和辞聪 这要说什么 妈都是为了你好 你只能继承燕家 妈答应你 当你把月家回来给你做钱 只要有钱 他肯定答应的 陆雨依我可不想自己的妻子 在我们的面前 为另一个男人难过 我才没有为他难过呢 那你为什么哭 我只是觉得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带了这样的一个亲致 男友真是太丢人了 哈哈 哎呀好了过来吧 别哭了别哭了啊 行了明天宴家家宴我一定听着这 李燕吃块豆腐 你还让不让我儿子吃饭呢 大嫂就说的是什么话呀 嘴长在你身上我们不让你吃 行了 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 都别吵了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 我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 你是我谁也瞧不我 听说您找我 我知道让你嫁给老二委屈你吧 如果你不愿意 我还是可以为你尊重 爸 你就是这么干涉自己儿子分事吗 我愿意 虽然清禾的腿有残疾 但是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他爱护我珍惜我 我愿意在他一起 遇上我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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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靠近 我的心不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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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停 我想啊 不也不计前嫌 告私奔吧 告私奔吧 计为 上次我打你那巴掌把你给打傻了 雨燕 我是真心的 你放尊重点我是你二神 哎你再这样我就叫他了 我知道你是被逼的 你一心喜欢我 怎么可能嫁给那个残废呢 我也知道你恨我母亲 我现在可以带你走 你都不能放下吗 为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假的 雨燕 要么结的话 我我一定好好把你养在家里 你得给我闭嘴 我给你做小 你也配 给我做小 总比嫁给你个残废一抢吧 你怎么说话的 你真是他 我燕维 你想带着我老婆私奔你敢试试 看我不打破你的鬼 燕维不尊敬长辈 按家法应该责打直鞭 小乘大戒 你 哎 陆雨燕 你这个贱人 分明是你勾引我儿子 看我儿子回来了 你不甘心嫁的这个废 你就 你给我闭嘴 我还没死 这个家还轮不上你说话 更轮不上你说我儿子残废 燕维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你再敢打你二审的主意 你就给我从燕家滚出去 爷 我 是 我也是 到了 你 你 那 五月 六月 我才会 红人 我才会 我心里 哈 你先救手 你說什麼 哎 我不知道 在你心裡 我沒有厭為年輕啊 肯定比不上 救你就你只救你行了吧 沒意 滿意 我答應 我一定會取一個好的情形 但是前提是 他必須是 屬於醫院 你這麼說 媽還真有一個人 好啊 難得今天家裡這麼熱鬧啊 可惜啊 清河有事回不來了啊 那個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清河的老婆啊 雨菸 雨菸 走 這個就是你跟我說的那個丫頭 就是 我家燕文一心喜歡他 好心把他接過來 沒成小 居然把你孩兒做到去了 這麼不要臉的女人 也在和我女兒搶男人 你就是陸語嫣 啊 魏阿姨 你好 沒想到清河娶的太太 和我家如月長得這麼小 小時候如月還一直吵鬧著要嫁給她呢 綠茶見了不少 這麼純正的老綠茶 是第一季見 她是想說 我是魏如月的替身 魏阿姨已經失笑了 文月姐姐給我大幾歲 自然風月是不如差的 左女啊跟你也差不了幾歲 做長輩的第一次見 也沒帶什麼好東西 這個桌子就送給你吧 哎 陸小姐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陸語言大聽廣眾一下 你居然造了魏家的禮物 你真是不給燕家的燕子 好 原來在這兒演戲給我看 這桌子不是我打碎的 魏阿姨 我們燕家倒數是真空 您要是想查的話 隨時都可以查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難道我還冤枉你不成 是不是冤枉都不要你 你見清河的太太 還送點兒香給你 清河回來了 我家如月剛從國外回來 聽說你腿傷了 擔心的很 你們什麼時候見見 沒空 我要陪我太太 別的我不在死不掌門的場上 清河 你怎麼跟長輩說話呢 魏太太 撐撞我夫人在先 還有更難 你 你 你 魏太太 魏夫人 快 把魏夫人扶起休息 媽媽下來 清河因為我得罪了魏家 魏夫人該不會故意為難他吧 葉維 你又幹什麼 你就不好奇 魏夫人為什麼針對於你 實話告訴你吧 我小時候其實有一個紅顏之己 他就是魏夫人的魏如月 魏如月 我以前怎麼沒發現 這麼愛嚼舌根啊 你要是不相信的話 魏如月今晚就到江城 你可以看一下燕琦樂 會不會背著去見 好 我 和我家如月長得這麼像 我小時候其實有一個 他就是魏 魏如月 任青格 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你爱的究竟是我 也是他的影子 你要出去吗 啊 公司临时有事 我去一趟 那你去吧 早点回来 那你外面才能不能 我只有你一样 时间都不离开 爱你 不怕我 难不得我 你究竟是开会 还是去接你终于回来的白月光 金河 怎么这么没有担心 陪我吃饭 就能自己摸一会吗 魏如月 你心里很清楚 我出现在这里 是为了什么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怎么可能真的因为一个镯子 为了陆小姐的皮上 魏如月 别装了 是不是这种人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数字随你点 就当是替我夫人赔礼道歉 还有 我娶了她 你就应该 尊称她一声艳夫人 陆星河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看我一眼 这顿饭 我是看在你曾经救了我一命 你才来 现在饭吃完了 你和你母亲再等造死 臭 刚才我们吃饭的照片都拍到了吗 今天弄露米烟的成厘性 拉个鱼紧 自然到最后 夫人 别忘了今天你要参加比赛 一会儿我回来接你 嗯好 鱼燕 鱼燕你快出来看看 我给你啊挑了新礼服 鱼燕 嗯二爷夫人好像不在家 嗯不可能啊 我刚才给他发了消息让他在家等我 哈哈哈二爷这都几个小时了 以我的经验看啊这女人 消息不妙会就说不再生气 二爷这回你惨不 哎 这就是燕儿夫人怎么一个人来的 听说燕儿爷根本就不行 当初是他故意爬床逼婚 抢了魏小姐的目击 鲁语焉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我呢 魏小姐 难不成参加比赛还需要家长陪同 要不给你找个拉拉队 又来 啊 哎呦 不好意思啊魏小姐 手滑了一下 不好意思啊魏小姐 手滑了一下 激露的你也太没教养了吧 大庭广州之下这么欺负人 我欺负他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他了 我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眼睛不好就洗洗清床 你敢对我动手 卢月他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陆燕 不要以为勾搭上了眼睛恨就能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样的女 魏如月 告诉他 只要我还是厌家的二太太 把那些歪心死我收起来 他也不行 他自己不轻告诉你 好 那你也给我听清楚 你的奖项会说 你男人 你也会说 哎哎哎 啊 哥哥重大新闻 来你看 我终于知道二嫂为什么不是你了 有人啊 把你走魏如月吃饭这边抖出来了 哎二嫂跟你以为的事全爆出来了 魏如月 谁给他的胆子 以上就是我作品的设计初衷 谢谢大家 好各位经过我们刚才的打分呢 目前 陆宇燕小姐是全场最高分 评委 我们这次选吧 选出的是江城服装设计界的领军任务 这种情况的话 除了实力 人品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吧 魏小姐 你有什么意义吗 连自己未婚夫小树的窗都敢爬 这一句 我怕代表不了江城 谁说我太太当不起了 喝 各位与其在这听信谣言 不如来听听我这个当事 我觉得一二也不像你说的 你对这个也没兴趣啊 我太太 我太太 的确是跟我侄子有过一段婚礼 但是错不在她 爬床一事 也确有其事 不过 是我爬上她的床 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太酷 是不是说明 他并不喜欢魏如月 关于造谣我跟魏小姐有一腿的事 各位 是看我这几年落魄了 拿不动刀了 关于绯闻魏小姐 你需要我跟大家详细的说说 你是怎么利用我妻子的名声 来逼我跟你吃饭吗 怎么不见你啊 你看看他 清河 咱们可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青梅竹马 魏小姐 你是不是忘了 从始至终 都是你死不要脸的跟着我 我可从未喜欢 还有啊 我太太爱吃醋 魏小姐 还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可一直都没有什么青梅竹马 燕太太 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有人受了委屈 甩了我 好现在我重新宣布结果 本次大赛的冠军就是 陆语烟小姐 恭喜 陆语烟小姐 你别得意 今天所收到的区域 我会千倍百倍万倍的 你别得意 今天所收到的区域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呀 害得我冤枉了你 夫人 那你也没说 你这么不相信我 怎么补偿我 一个吻 可不够 妈 你不相信我 你很想这个小贱人 和叶敬鹅下了什么迷魂的 他现在在大英广东之下 却不对我 敢让我的女儿丢人 这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现在叶琪和这么护着他 而且 我跟他也算是撕破脸了 我下面要怎么才能对待下手啊 你不行 就算他家里人帮你 我可听说了 他那一大家子全都是贪财的主 只要给钱就行 不过这次你一定要做事 他水性凉花的锤 你帮他骗我过来 说了他不少好处吧 话别说的这么难听 人家为小姐花钱来见你 那是你的入性 是他你给我这个手 你弟弟失踪的事 话别这么刺着 你们先聊着 那我先走了 卫小姐 如果你这次约我 是为了劝我放弃心格的话 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要聊的 你以为我叫你来 还会这么心意的放你离开吗 这是什么 好 人香 中了他的人呢 也欲无分身 敢想我未如月的东西 掂量掂量 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 你猜 没了心白 还万不要 没用的陆语燕 中了这种迷香的人会欲乎焚身 就算我不找人害你 你也会想办法去找别人 陆语燕坚持住 前路还没回来 绝不得找了小人的道 陆语燕坚持住 语燕是我我是清禾 是你 你怎么才来 没事你去 你会再也见不到 语燕 语燕 二爷你怎么 万一被别人发现你腿好了有人杀你怎么办 别废话开车快送他去医院去 生日女 我已经飞了 还有一天 分显了 никак的 好 哎呀 茶楼附近的眼线 早就被我们的人清理干净了 我以为还不知道 他对我太太做了什么 我们就十倍冷 等他被我的人送过来 你就好好死 这样子血凿 这就算有八百张最深西 三個 這門怎麼打不開了 不可能呢 你清醒一點 喂小姐 我好熱 哎哎 快快快你送給我 哎你幹什麼 你送給我你送給我 我小姐你送給我 哎 你送給我 慧小姐好巧啊 念清和 你到底對我做了什麼 我到底有哪裡不好 你真想知道 我告訴你 喂 你讓我 你到底要跟我做什麼 我說過 敢動我妻子的人 我定讓她十倍凍 你這才哪到哪啊 給你去 你醒了 清禾 對不起 又让你担心 这一次都怪我大意 才会中未入一个圈套 我知道 你心软 毕竟你母亲是你的亲人 但是下次遇到这种事情 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听到了吗 老狗 你叫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已经彻底的接受我 才 我觉得是 看来这个未熟悦是个草 本想让陆渔英吃个冰 却把自己打进去 陆渔英在家一天 因为你的心事就是 是想个办法 太太温小姐来了 我是小姐 我然吗 刚才还在想 尝尝除了陆渔英这个祸 这会儿有人走路上上门来 蓝姨 我来找你 去想问一下 艳师兄最近都在做什么呀 自从他回来 都不怎么理我了 无人啊 阿姨也很喜欢你 但是呢 阿姨要跟你说实话 燕尾的心里啊 还有陆渔英 这个陆渔英明明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怎么还吊着燕尾不放 不打击 阿姨今天来跟你自己走 这不行 蓝姨这要是被发现 没事 出了事 我替你兜着 车啊 难道 如想燕尾的心里只有别人吗 行 我的车呢 太太 这台车送去检修了 那您开这台吧 嗯 好 哎 看来是刹车出了问题 打电话打电话给你清河 喂老婆 喂清河 我的事儿受坏了 我现在在 环城路 环城公路三号线 玉丘 玉环往这边 快 玉环 小心玉 啊 封鎖所有的關卡務必給我把人找到 快是 魚 魚魚魚快點 魚 你醒了 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我 別裝了你的腿什麼時候好了 還是說一開始就在騙 還是說一開始就在騙我 我 丁青 我其實懷疑過你很多次 我以為你是這個世界上最不會騙我的 沒想到丁青 你究竟還有多少事情沒告訴我 魚魚魚 魚 哎呀 哎 啊哈哈哈哈 看什麼看不許看 我不是故意让你丢脸的对不起 我我不丢脸 只要老婆能消气 我做什么都不做 你别闹了你快起来 我不起来 你说你不生气了 你不生气了我才起来 好了那你赶紧起来吧 我听你慢慢说 琳达我还是不敢相信 里面跪着的真实二爷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二爷已经不是之前二爷了 他这种行为在网上叫做 老婆奴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老婆 我可什么都跟你说 你就别生气了吗 我原来以为你和许兰只是关系紧张 没想到 这背后还牵扯出你的腿伤 和你大哥的死 谁让许兰藏得太深了呢 一点证据都找不到 我爸当年让我韬光养晦 保全自己 也好 让他放松紧 好露出麻将 我 你也 我 不告诉你 只是不想让你卷入其中 那你为什么刚才暴露了自己 因为你的安危对我而言 比什么都重要 你 你即可 谢谢你 我爱 玉燕 我腿好的事 应该很快就会有人知道 你是我的软肋 他们一定会从你这儿享受 你 会害怕 只要你们和你在一起 那什么都不害怕 二爷 司机一直喊要见你 一二爷我真的不知道那车是你太太啊 我就拿钱办事 要知道那车是你太太 借我一百个打都我也不敢 我很好奇啊 到底是给了你多少钱 能让你在我太太的车上动手 还要赶尽杀局 什么都知道 二爷 我真的不知道 当着二爷的面还敢撒谎 我没有撒谎 二爷我真的没有撒谎 是魏大小姐 他买东坡让我找准机会 跟着车 只要有机会就晚上撞 不管是死是伤 只要让他不通话就行 你敢有一句假话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知道 我知道 二爷 我真的不敢 你敢撒谎 林娜 把人处理了 送去魏家 还有 上次在酒店 给被如月拍的视频 卖给记者 告诉他 这是魏大小姐的母妖 带走 是 哎呀哎呀 还有一个人想要害羽燕的性命 就像是谁呀 這次動手的人一共有兩撥 但是 給車子動手腳的人還沒找到 你不是已經對外封鎖我沒事的消息 如果那個人那麼想置於我又死地 那他一定不會生發甘血 可是 你不是已經對外封鎖我沒事的消息 你不是已經對外封鎖我沒事的消息 我不想讓你輕易犯行 只有親手抓住那個害鬼 我才能真正平安 我也阿姨肯看好 但是只要錄影再是一天 燕尾就會想他一天 他在醫院裡還剩最後一口氣 我想你不會讓體會有事嗎 好 陸宇 知道我有多討厭你 拼命想到的東西 無份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 拼了什麼 不過也沒有關係 這只毒藥 不到一分鐘 結果讓你吞氣 哈哈哈哈哈哈 陸宇 你還說死在了我手裡是嗎 你狗快要失望了 不可能 你不是出車後快死了嗎 為什麼沒事 那當然是騙你的了 要不是這樣 我又怎麼能揪得出揪手呢 哎 抓住他 呦 呦 呦 二爺他上天台了 他真是想用輿論來逼我們 逼我 我燕青和這輩子從來沒有受過誰的威脅 他這番算法算是打錯了 不行 他要是死了 許藍一定會拿這件事情做文章 到時候阻攔你接手公司 我們不能衝擊 林楠快去把燕尾找來 好 都別過來 叫陸宇燕來見我 婚然我在這兒 你別激動 有什麼話過來說 陸宇燕 你這個賤人 都是因為你 葉師兄才不可看我你 我今天死了 都是因為你 文元 你別以為跳下去了就能逃避子任 死無對證 許藍正好不用擔心你出賣他 而燕尾根本不會記得你 你別罪 祝你爹 你別想破壞我 我今天就是要讓所有的人知道 我之所以死 都是因為你 你明明已經下來了的葉青河 為什麼還要跳著燕尾之風 文元 你到底想幹什麼 葉師兄 你來了 你還是在乎我的 對不對 你趕緊過來 你要是在這死了 別人怎麼看我 怎麼看我們燕家 葉師兄 你說什麼 我都要死了 你惦記的 是你爹子嗎 不然啊 文元 宁是你自己的 沒有人會因為你的衝動所買單 葉維 你還自己呢 你真想跟他跳下去 說了好聽的 我可怕 我可怕 葉師兄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個 好了 你趕緊過來過來再說 葉師兄 我才幫你叫我一次 是會沒有路遇見 你會喜歡我嗎 相信 現在我的心裡只有你 那我沒這劫詞 葉 那我沒這劫詞 瘋子 瘋子 你這個瘋子你居然想害我 你還不如去死呢 林楠 趕緊把葉維先帶下去 是 你放開 放開我 放開 文元 現在你知道 跟你搶從來都不是我 燕維鬼雪 本來就是唯利是圖的人 與其你一個人承擔罪罪 不如讓她們 有陰影的抱怨 是許蘭 是許蘭讓我殺癮的 爸 許蘭給溫然的毒藥成分 跟大哥當年失檢時 血液裡插出的極為相似 我懷疑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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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許蘭 為了車禍時 讓我和大哥同時喪命 不但提前買通了肇事司機 還嚇了 什麼 爸你別生氣 看來 當年投資檢報告也是他幹的 真是個毒素 爸 當年的事情雖然難以翻查 但眼下 或許是一旁說出真相的好事 畢竟 狗急跳牆 燕青 你有什麼證據 血口噴人 你跟我要證據 他就是證據 是許蘭 這一切都是許蘭讓我幹的 許蘭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爸 這裏面你誤會我可以解釋 我都是受太陽挑唆的 難道有人用刀逼著你來害我嗎 今天能夠 被的燕家陷害語言 你明天就能夠 把我燕家繳得是雞皮狗跳 燕家 容散你這號人 爸 你這想看我怎麼了 看著燕薇的份上保留你的骨盆 從此以後 我燕家沒你的號人 館 半 Lets 顧 不是小心 我來幫你 itional you 才喜欢你 我一直就想这么做 从前是在轮椅上没办法 以后我会尽全力弥补 其实你今天完全可以 让爸将许岚的股份收回 为什么手下留情 不是手下留情 对我而言 验家的股份和继承权 没那么重要 我唯一关心的 就是当年的车祸 害死我哥的凶手 到底是谁 都是陆语音 都是那个贱人在挑唆 妈 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 让燕青和娶我了吗 要是有个办法 就是很冒险 燕家这样的大家族最重是自死 哪怕是人工受运 找到他们婚检的医院 把燕青和的药本投出来 可思月 这是如果被发现 没有可思 妈我已经身败名裂了 如果不让燕青和娶我的话就没有人要我了 行 妈答应 就让你说的做 看清楚了吗 就是他的样本 偷出来之后带到你的诊所帮我受孕 失伤之后 我会给你五百万能金包 放心吧我一定帮你 我一定帮你 我去案子 好 不 我们要败名裂 我们牧运 也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干什么 我你挂他 哎我 你干什么 不 那边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弄 别激动 总统好好说 好像说别冲动 你干什么 人呢 又卖弄你的三脚猫功夫 把人放不好了 我没想到他小姐不倒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把他抓住 哎 哥 你干什么 要不他们的家人全城去生死 什么 吵什么吵 你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 有人脱了我的婚检样本去受孕吗 不着急 既然婚检样本没被偷走 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也算给那个人一个下马会吧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没看出来啊 阴人 你还挺阴毒 哎 既然这样 那就好好的陪这位魏小姐玩一玩 嗨 我这顶多算阴你 不是阴毒 听者有份 这件事情 算我一个 还真是老天的在帮我 这机会 不是送上门来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全然这样对我 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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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青和好不容易喝醉一次了 总算有机会 打不开也没关系 只要你在这间房子里 也总有机会 在这间房子里面 完全是干涉的 你怎会一样 总算有机会 在这间房子里面 而且是在这身後 都已经有机会 对手 陸燕燕金河马上就会来找我了 你的男人很快就会属于我 夫人魏荣岳果然在黑市里几球迷羞羊 看来是准备给二爷下药引他出来了 知道 下三岸啊 幸好我早做的准备给二爷吃的解药 接下来咱们就看他表演吧 陸于燕不管你表现有多不在意 现在不还是害怕 一二夫人怎么了 想看看你的男人是怎么被我疯狂的吗 演独角戏都怎么卖力呀 魏小姐 佩服 可惜了我老公眼光挑剔 你这样的他看不上 哎 你戴个面具 或许可以 陸于燕 你不要以为我再跟你开玩笑 今晚过后二爷就是我的人 好 祝你成功 不 哦 陸于燕 上次是我失手了 这一次 整个走廊都已经被我喷上了黎玉匠 只要燕青和走进这个酒店 别想出去 来啦 来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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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你终于来了 魏小姐 你平时不是最喜欢玩刺激 怎么这副感情 燕金和的腿怎么能动了 说话还这么变态 不管了只要能睡到她 睡着自眼直了 魏如月 我对你的身材不感兴趣 你说 是不是你叫人去偷的药人 燕金和 我知道你也是个男人 陆一言给不了你自己 我能给 你就说吧 他拿点笔手 论不要脸 你别自己多了 燕金和 你只是被他迷惑了而已 我知道 肯定也对我感觉 你不是也重要吗 来 今天我就解决了你 你不是喜欢刺激吗 好 今天我就让你刺激到底 我就让你刺激到底 你们早都识破了 叶子和你为什么会没事 你以为 你一个计划来回用 别人都跟你一样没脑 转过去不许看 遵命老婆大人 燕金和 他顺你这跟顺狗一样 你还顺不顺男人 怕老婆是爱老婆的表现 像你这种没人爱的女人 不会懂的 会如愿意 接下来我们就慢 猫吧 哎琳娜 你有没有觉得 我的夫人越来越有我的风范 的确 跟您一样越来越变态 啊对了 这家酒店很不错 很有创意 一会你给我跟夫人 定解 一定是你抓住了叶子和的什么把柄 他才会这么对我的 全部都是你 慧玉 你怎么还存在换钱 我老公要是真的对你有意思 就不会把你送给别的男人 陆雨燕 要么我已经偷盗了 流言我已经放出去了 我告诉你 叶家二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的 这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 我要回家 夫人 在我身边就别想着回家了 нем前裤 总有人惦记 你说 夫人尽管生气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给夫人道歉 怀上了 我真的怀上了 你是个男孩 有了这个孩子 我不信我进不了燕家的门 如玉 你听我说 板着个脸干什么 这可是燕姐和的 有了这个孩子 什么路都得给我让位置 燕家二夫人的位置 这个孩子不然呀 干什么 你也帮了那个贱人欺负我 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燕琪和的 根本就不是燕琪和的 我没有很害羞 丢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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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了關心 不可能 不可能 月 聽我說現在打掉孩子還來得及 燕家二分的位置只能是我的 在孩子落地之前 趕走陸雲言嫁進燕家 等到進門之後 流產也不遲 外野出事了 我如月方出消息說他懷著你的孩子 卻被陸小姐爬上位 說你始亂中氣逼他流產 是嗎 我竟然不知道 自己什麼時候這麼有能耐 爸 七哥你來說說這究竟怎麼回事 為如月 我從來沒碰過你 你哪來的孩子 我知道我配不上 來吃的配不上 麗小姐就應該自行兩斷 如果下不去手 我可以嗎 誰敢欺負我女兒 就從我世界上踏過去 那你終於來了 我女兒肚子裡懷的可是你燕家的肚肉 陸雲言都是女人 你為什麼要這麼對如月 可笑 他上趕著給我老公當小三 我不收拾他 難不成還合身樂器的給他讓位 你欺負我女兒我跟你拼了我 哎媽魏太太 我這個人向來不講理直互短 你感動我太太一下 我十倍奉還給你女兒你信不信 魏小姐 這樣我給你兩個選擇 第一 把他撒掉讓我流產死都不可能 那就第二種方法嘍 把孩子生下來 在懷孕期間 我們燕家 好吃好喝的供著養著 如果孩子的確是心和的種 我也可以讓位給你的 老婆 你怎麼能隨隨便便把我讓給別人 我還沒說完呢 但如果孩子不是燕家的 那你們魏家全部財產 都要轉贈於我丈夫的名下 而且你 成年輕以後 滾出教室 不約 你這條件也太欺負人了吧 是我女兒被毀了清白 怎麼還讓我們賠錢 怎麼 魏小姐不敢嗎 那就說明這個孩子 來路有欺騷了 陸一你不要嚇我 我告訴你們 只要這個孩子還在我的肚子裡 你們燕家就脫不了干系 媽我們走 羽燕啊 魏家是送了你來的 你們倆要好好處理一下 不過 老婆 燕家呀 永遠是你們倆的堅強後盾 老婆 我還真以為你要把我拱手讓人了呢 哦 他想跟我搶男人 也得看看他有沒有那個本事 只是樣本都已經被我們搶回來了 魏如月是死懷的兩孕 這件事 一定會調查清楚 魏如月是死懷的兩孕 我殺了你 我殺了你 魏小姐 三天后燕老爷子的生日宴 陆于燕 咱们走着瞧 欢迎大家参加我的寿宴啊 那个大家吃好喝好 千万别客气下次来不许带东西了啊 这次就算了来来来 啊 我和语言 最近今天浮入东海寿宁南山 好好好好 语言呀以后清禾就交给你管理了 要给我好好的管理管理啊 是 哈哈哈 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回事啊 没事没事我去二楼休息室 换你进去就好了 去吧去 陆一你为什么不肯放我孩子 一票收入哎 你为什么不肯放我孩子一票收入哎 爸你去看吧 你去吧 怎么回事 清好 陆于燕把我推了下来 他他不想让我撑架我和你的孩子 想让我一吃两个月 这不是魏如月吗 难道他真的和艳俊和友谊退 先去医院吧 不我不想去医院 最后你一定要拨他们公道啊 不是我推的 是他自己甩 你胡说 我怎么可能会害我们自己的孩子 正常的孕妇遇到这种情况 你一时间都是担心孩子的安慰 事到如今 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跟我吵架 我那是怕你跑了 大家看啊 这么多人在他都敢这样子对我 如果我要是走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魏如月 你就是这样 勿蔑我夫人的轻欲吗 眼睛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这一枚胸针里面隐藏的摄像头 魏小姐 你猜猜看 这枚胸针里面隐藏的摄像头 这枚胸针里面隐藏的摄像头 都拍到了些什么 哎哎哎哎 这再摔了 肚子里的孩子可就真绑住 为什么 为什么你总是能逃过 各位 这枚胸针里面隐藏的摄像头 清楚的拍到了 魏如月小姐他才诬陷我 各位如果想看 现在我又可以拿出来让大家清楚的看到 鲁玉言你为什么要为难我 为难 魏小姐 我早就跟你说 如果你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以后做亲子鉴定 是燕清河的种 那你怎么会让魏给你 可惜你不肯呢 是 你是说了 可你这分明就是在侮辱我 星河 难道你真的想让咱们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被无限吗 魏如月 你是不想还是不敢 心里比谁都清楚吗 他生下孩子漏陷 反而污蔑我推你流产 魏如月 你真拿我当冤大仇啊 他那样子 星河 这孩子可是你的 你为什么不说句话呢 魏如月 你是真想让我跟大家讲讲 你是怎么样不要脸的偷走了我的分件样本 人工受孕 怀上了孩子吗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 我 我 我是干了 可是现在又能怎么样呢 鲁云 你要是实相的话 就赶紧乖乖给我让位 魏如月 你是到如今了还不清醒 来人呢 把人带上来 你小姐救我 你怎麼會在這裏 各位 這個 就是魏玉月小姐重金聘請盜賊 他偷不到樣本又想要錢 結果他把他自己的樣本給了魏小姐 我不是這樣的 你殺我 你來說一五一十說清楚 都是我幹的 你知道之前魏如月他媽就已經發現了 魏玉瘋他媽還想把我抓起來 殺我 魏如月 事到如今 還有什麼好狡辯的 是 我是失敗了 可是您為難不了我 我是孕婦 今天所有的事情我全部都已經拍下來了 等到這些視頻流傳到外面 所有的鼓動只會害怕他們會影響公司的聲譽 葉金河 為了公司 你只會被拋棄 來人 把魏如月給我綁了扔到魏家門口 今天的事情 一字不漏的給我報道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魏如月 都做了 葉金河 我只是愛你我到底做錯什麼了 魏如月 你口口甚至說愛他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傷害他 愛 噁心 大夫 看來洗完那邊早有準備 公司那邊 夫人啊別擔心啊 相信我 相信我 各位 你們都看清了吧 你怕是算了吧 這個視頻你們都看清楚了嗎 為了不讓輿論發聲 為了不讓我們燕家有影響 我建議讓我的兒子 突然下一任董事長 好 那 這是燕死的集團 一個外人沒有這個資格 資格 我是外人 我兒子他不是外人 我已經把這個視頻給我們公司 所有的小股都看 他們害怕的要死 已經把所有的都已經賣了 我們已經是持股罪空 許嵐 燕氏集團開股東大會 怎麼也不通知我們一首 燕氏集團開股東大會 怎麼也不通知我們一首 碧燕你來了 來的正好 也千萬 我們剛才的談話 你應該聽得很清楚吧 去辦理子手續吧 你先聽你 你剛才說 誰的股份最多 誰就佔有絕對的話語權 是的 哎呀 喜蘭啊 你打聽消息 你也不打聽全一點 我丈夫是沒有多少錢 可是老爺子剩下的 可都給了我 不可能 這件事情說起來 還得要感謝你 錢大嫂 要不是你當年設計 老爺子也不會因為新生潰流 把剩餘的股份 全都當作禮物 送給別人吧 就算你的股份給我兒子 但那又怎樣 你就是個殘廢 殘廢 能做總裁嗎 你再說一遍 我就算再說十遍 他也是殘廢 不在家好好帶著 出來丟什麼人獻什麼眼呢 你 誰規定殘廢就是您在家帶著 只要我老公有能力 他就可以當夜市集團的總裁 二爺的腿還有康復的功能 未來能站起來也不一定 這不算理由 他的腿都被鋼筋穿透了 關節都廢了 還能站起來嗎 那你再看看 我還是不是殘廢 二叔 你的腿 偷我老婆的福 心情好 腿自然好得快 現在才明白 是不是有些晚了 當年我的腿被鋼筋穿透的事 只有凶手知道 況且他已經死在了當場 你 又是怎麼知道的 你欺負我 還有 燕維 你的父親 也就是我大哥當年的死 就是你母親一生三生的 這不是這個 這不可能 他是你爸 他又不護著你 他護著他的親弟 還傳位給他 我不答應 我不答應 你說我們陷害 可走到今天 身體咎由自取 琳丹 在 把他給我帶出去 你們要幹什麼 你別動我 你放開我 放開我 各位股東 如果沒有意義的話 那從今天起 我將全面接管 艷氏集團 成為集團總裁 恭喜燕董 歡迎燕董 你一定要借我 是有什麼事情嗎 我願意出手 我手中所有的股份 能不能讓他放過我 不可能 你要是來談這件事情的話 面談 陸玉 他看中的 只是你手中的股份而已 你可以去問問 燕行和中過多少次 他每一次都能忍下來 為什麼便便只有這次 和你發生了關係 是他故意放出消息 你我媽入局和林家聯姻 其實 關系這一切都是他的陷阱 玉燕 你被他給騙了 這是我和他之間的事情 我自己會問清楚 就算是他的事 這也是你和你母親的貪心 導致的這一切 沒有任何人逼你 還有 我和你 沒有任何聯繫 二爺 下午夫人跟燕董見面後 就一直心神回家 您進說注意點 你還要什麼事情沒有告訴我 燕琴可 你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告訴我 玉燕 是不是燕唯跟你說了什麼 燕琴可 你知道的 我不喜歡你 如果你還沒有想好 那就讓自己想好再說 留住你 絕別聲音 我承認 我一直以來就想好了 我是不會看著你跟燕唯結婚的 所以 還是 你承認你是算計我的 我不要 不是的 你聽我解釋 哎呦 我也不知道我兒子怎麼想你的 他就看上這小門小库的女人 非要跟他結婚 我都覺得丟人丟死了 你接受的當然好了 當然當然 我兒子說了 只要這個女人比她漂亮 換個女人也行 二爺 你一直壓抑著對盧小姐的感情 可現在 我可不能眼睜睜看著她受苦 對了 聽說林家最近在招稅一序 你去打聽打 把消息放給去了 是 我是怕我直接告訴你 你承受不了 所以這才設計 但是下藥的事 的確超出了我的控制 雨燕你相信我 我從來沒有想過做過傷害你的事 對不起 我沒有不相信 我只是 很珍惜我們這段感情 我不希望我們的感情 掺雜了其他的東西 以前 其實是我一直以來自治力太差了 抱歉 我 應該更尊重 本來 把你不許跟我同房 老婆 你你這說什麼話 就是 哎 吧 林娜 幫我查查 燕唯那小子現在在哪兒 到現在還賊心不死 看來 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二叔 你怎么在这 你是来嘲笑我 原来你还记得 有我这个长辈啊 知道你为什么 跟语言吵架了吧 艳青河 心爱女人的死 拥有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 才知道耍阴招把人招 你真是 什么 你给我听着 我不喜欢你看我老婆的眼神 从今往后 你要是再敢盯着她看 把你眼中的八十 开车 燕伟 你想带路远离开吗 我能帮你 我能帮你 奇怪 老婆我错了老婆我怕怕 老婆能不能明晚再分房 听见就算了 灵神哥 进来吧 准备老婆大人 you don't see that you're about to chinses and so 乖乖等我 等我开完会回来接你 我要出国了 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能不能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 跟我好好告个别 我就在公司停车车吧 好吧 不过就五分钟 我不想让清和误会 语 语言 你必须得睡 语言 语言 你能来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后悔 后悔要走 真心 电维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叙旧了 如果你说这些呢你就走吧 语言 你说了你今天走不了了 刚才的画面我已经诚哥说起故事 我马上就发给燕青哥骗他说 但是路边跑 你现在发给他他会马上赶过来的 放心 我已经用你的身份租了一艘船 假装是你 开他的注意 你呀就趁机带住李烟 援走高飞 你不怕燕青哥对你报复 你就不怕燕青哥对你报复 我的人生都已经被这两个贱人给毁了 只要能把他们拆下 老婆 看我给你带到什么 林楠 林楠 二爷 看见夫人了吗 夫人刚才说去给您买点吃的 已经去了好一会 嗯 啊 快掉牌人手夫人被人带走了 李燕 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 于烟 我说过 任何人都抢不走 因为你干什么 放我下来 叶维 二爷 船上没有找到夫人 是这贱人故意会消失听 说 叶维把他带去哪了 叶青和 入烟带有什么好的 你为什么要为他不可 我的耐心有限 你别试图挑战 那你就杀了我呀 能死在你的手里 也是一种心 嗯 哎 叶青和 有这功夫 你不如去找找你老婆吧 再不找你去的话 我担心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他 找个精神病院 好好照顾我 这辈子 你都别想出来 我没放叶青和 你没有办法这样对我的 你不当这么对我 叶青和 你能调派所有人生搜查主编所有事 就算全翻过了 也要把他给我扯 是 喂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别 跟我走 你知道他 我是爱你的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叶维 你趁早收手吧 叶青和马上就会找到这 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 就趁早收手吧 不可能 不可能找得到这 过了这个线就是边境 就会有人接应我 他找不到你 没有人能从我身边把你抢走 是吗 叶维 四面八方已经被我包围了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这你出卖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走 把他带走 叶维 我早就跟你说过 无论我遇到什么危险 他都不会放开我的手 该死了 碧燕 碧燕你没事吧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去把我掉〔走 out〕 再会掉 巾黑 让你担心 雨 我怕你跟燕梅跑了不要 我更怕 你出了什么危险 后再也见不到 你哭了 哭了 我没哭 可能咱晚上没睡好 你请客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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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禾回来了 怎么是你 你来干什么 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找律师减轻绑架 我的罪责 你来找我干什么 冬天 你真的要起诉我吗 难道你忘了 当年是我不顾生命危险的救了你 没有我你早就死了 因为 什么时候下回救医院的人 从来 刚出于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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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送他去的医院 怎么不想救他 是吗 你口中的救他 就是眼看着他要溺水 不敢下去 就差点害死他 当主救人之后没有力气才让你帮我去 没想到 你竟然心安利得顶替身份这么多年 叶维 你一直在骗我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缺晚了一点而已 他 是他 是他自己认错了人 你还敢邀请他 燕美你就是个窝囊废 你听好吧 从今往后你再敢靠近他一步 我要你的命 原来当初是你 你还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 雨 你说什么 当初我选择他 是因为我错把救命恩情当成了喜欢 如果能早点遇见你 我们也不会这么晚才在一起了 雨燕你怪我 是我当初不够勇敢 那 那你第一次爱上我是是不是 雨燕 我从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上你 我 我实在不敢想起 没有你 我要怎么好想起 我 我 我 医生 看您面露难色的 我的身体是有什么情况吗 哦不是的 夫人是二月站到我三号我实在是害怕呀 一边请 听说了你打扰了你 知道 老婆 好 怎么样 出来了 你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 啊 我要当爸爸了 您好我找了一下清禾 哇主才夫人来了 欢迎主才夫人来提攀市场 你怎么还带着虾气候 这可不是虾气候 朋友今天都是因为有你的支持 燕士集团是我的也是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着你 小姐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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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to my place 好 要你现在 李渔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我一直欠你一个正式的求婚 陆宇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